有人有一个直觉说中国的人口你没必要保持14亿啊七八亿不就挺好的吗胡锡进就吃这个观点 后来黄文正先生梁建章先生两位著名的人口学家就跟胡锡进吃一顿饭老胡这个人是个好人 文过则改表示黄文正和梁建章这个观点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他知道自己错老胡是个好同志 2023年全中国14亿人就生了902万个孩子 按照现在的形式即使出生人口不再下降 即使所有人都活到80岁那么总人口也只能维持在7.2亿左右 而要维持出生人口不再下降 生育率这个重要指标必须达到2.1以上 可是现在中国生育率现在达不到这个标准连这个标准你一半都不够啊 而且从各种因素来看中国的生育率下降现在是大趋势 意味着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来计算 中国出生人口在这一代人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减半 除非大力鼓励生育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 简单理解 就走几个就来几个老子死了一波没了 新一波孩子生出来这就要更替水平 那如果走的多来的少那就没达到更替水平 现在是走的多生的少 这房子可能没人住了 二新城市大量的空口的房子 人口大城市集中啊 因为人口减少各种问题都来了 以前我跟各位分析过 你翻翻以前的文章 你现在看中国啊根本不可能维持七八亿的人口 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只会加速萎缩 而且呢 他的不断的递进啊 直至归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整个社会的发展会被釜底抽薪 说个严重的情况 这个民族的发展生活水平会比人口稳定状态更低 具体的后果 就是人口就是命运 不同的生育激励 这个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关于生孩子这事啊 每一家每户都会遇到 所以呢 我这组节目做了十多期啊 大家都还特别感兴趣 黄文正先生和梁建政先生曾经请胡锡进吃过一顿饭 就在请饭那天 黄文正在高铁上接了一个老朋友的电话 那老朋友告诉他说 他女儿怀了老四 马上又生了 前面生了三个女儿 这个还是女儿 这下家里边四朵金花了 他们家都在一线城市工作 女儿在一家金融企业工作 黄文正是从美国布勒金斯大学博士后回来的 他说他刚回国见到女儿的时候 那这个女儿还在念高中 非常聪明漂亮 后来就上了大学 回老三的时候呢 还没放开三孩 所以黄文正的同学 当时还专门问黄文正说 你研究人口问题 我们家这生老三 这事儿 他的工作单位是国企 有事没事儿啊 非常幸运 他们那个国企的领导 脑子清紧 又大局 没有男为这个生三胎的母亲 所以黄文正说 这个同学和他女儿女婿 非常喜欢小孩子啊 觉得小孩子多生是对的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老四 而且这老四啊 刚刚满月 生的是个男孩 以前他们认为是四朵金花 现在无意当中 多了一副儿女双全的欣喜 我有个朋友 他们父子的关系比较紧张 反正是说不对不 他小时候比较惯着儿子 这儿子跟爹就不说话 说话的时候呛着说 爹怎么都不对 那他当爹就说不了啊 可是又是亲儿子 你说他怎么办 自从生了孙子以后啊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爷儿俩 关于这孙子 有说不完的话题 这家里一定得有孩子 没孩子这过个什么日子 中华民族又好生之德 生生不息啊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些话 你不能都当做封建民心的糟粕 就给批判了 黄沫正先生有个建议 我认为说的非常好 黄沫正先生说 生育政策 你既然早已经实质性翻开了 所谓社会抚养费 你已经废除了 对生四个和更多孩子的处罢 都已经退出了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不是说是讲文件吗 文件上字面上 还是三孩政策 所以基层部门有死心眼的 就抠字眼 依然习惯性的认为 生育三个以上孩子是违法的 结果就导致少数生育愿望的家庭 依然胆战心惊 就官方正式宣布 全面放开生育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今天呀 你这个规定不仅可以消除这些家庭的恐惧 保护尚存一点的弥足珍贵的多生孩子的意愿 而且可以向社会传达 对低生育率危机所需要的方向性信号 大导演张艺谋人家家里面生了一堆葫萄娃 当年是违反计划生育 张艺谋人家赔得起 赔就赔 社会非常费 给就给 现在好了 现在很多人后悔了吧 你看看张艺谋 思想解放一点 胆子再大一点 行动再快一点 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后悔晚了 那现在既然有生育能力的 你为什么不努力这个时候 为国家 为民族 为自己多生一点 我的朋友劝大家 都去拿钱去大A 大A的结果可不确定啊 但是你生孩子这个结果是可以确定 有样不愁长 我绝对相信国家会出台 进一步的政策 帮助家庭 愿意生孩子的给补助 黄文正先生就建议生孩子就是工作 养孩子就是工作 工作就应当有钱 而且黄文正先生有具体的论述 有多少多少钱 怎么给相当于一家一个孩子 每个月拿多少多少钱 你看这多好 他同学的女儿女婿 只是一线城市里边的中产家庭 可是现在的收入水平 养四个孩子确实不容易 虽然他们从这当中得到欢乐 应该补偿和超越他们的不容易 但是在这个时候 国家是不是应该出台政策 给这些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英雄 以适当的鼓励 适当的补贴 好了 这期节目核心观点就生孩子就是工作 工作就应当有工作的报酬 张艺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人家觉悟者是先见之明 咱们后知后觉 努力奋斗 是不是应该啊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卫健 市民卫健市 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再见